中秋年假第三天,国道5号北上车潮将达到最高峰 上午8点起,国武北上各入口闸道一控启动 10点多部分的交流道已经出现了回堵情形 中午过后,北返车潮陆续涌现 庸舍的情形恐怕持续到深夜 陷阱局已经预先规划远景以及协请的名利 再交流道沿线重要路口来加强交通的疏导 维持行车秩序 警方表示,今明两天14点到21点 国道5号梳化到头城北向各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 而另外,今明两天12点到18点 梳化路廊双向禁止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 以及梳化改部分路段 双向路间开放大客车行驶 请依标志标线来通行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